那么这个四句 这是念老教给我 当一气度下 一口气度下去 墨汁餐去 墨汁是一指 不要拐弯 餐 不用心意识就叫餐 用心意识就不是餐 我们今天修佛 为什么不能开悟 我们用的心就是心意识 那心是阿类 意义是莫纳 识是第六意识 我们用这个东西 第六意识分别 莫纳执着 阿类也是当案 存档 存档 你才记得了 你怎么会记得 昨天的事情你还记得 那为什么记得 因为阿类也有档案 像昨天 那个昨天档案调出来 我马上知道 昨天干了些什么事情 这就是凡夫是把阿类也 你看妄想分别执着 这三样东西 当做自己真心 识佛也用这个 念佛也用这个 所以 不想经上讲的 得到解 不像他讲的 很快就得到 我们念了多少年了 还没得到 怎么回事 错用了心 经上明明跟你讲的 要用什么心 要用亲近平等级 你得到就快乐 不齐心不动力 就是不用阿类也 不分别 不用第六意识 不职责 不用第七摩那识 那样就快了 我们用的是旺行 我们用的是旺行 这些修行人 高明 他们能用真心 念老讲的话里头 有一句话 你们看了这本书 这一句话一定很熟 为什么 他讲了几十遍 你印象很深刻 这一句话叫 改习气 一定要改习气 要把心量脱开 绝不能有自己 有自己是搞六代轮回 修一切善 六道轮回里头三善道 做一切不善呢 那就是六道里头的三窝道 善窝出不了六道轮回 那什么原因 就是你有妄想分别之处 念念都在制造 六道轮回 你怎么能超越 尽种方法妙 就妙着四地 叫你 放下 妄想分别之处 一心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念 这一句佛号 念念不能忘记 尽念想起 一句接着一句 念累了休息 休息 休息好了 接着三念 只有这一念 没有第二念 你决定 神进度 而且你又很快 神进度 升到进度 就得到了 做阿弥陀智菩萨 那阿弥陀智菩萨 就是发生如来的前身 他将来的成就 就是发生如来 妙觉 无上菩提 他上面没有了 住在哪里呢 住在长极光 长极光在哪里 长极光 并发现虚空间 万事万物 都在长极光中 喷 像 王